喜歡吃龍蝦的朋友 如果吃太多奧龍、加龍 機會來了 可以回大陸吃小龍蝦 小弟都很喜歡吃的 小龍蝦不是龍蝦 原來只不過是像龍蝦的甲殼類動物 還要生長在屎渠裏 不是吧?那我就吃了很多屎 我是強國生還者Awin 烏陷村爆流血衝突 不單是腥風血雨,人心惶惶 村內有出沒入 過中秋都過得不好 有村民在家找了一些石油器官 配上竹枝和繩子 製成一個上院的燈籠治愈 情況都頗惡劣 希望我們香港人在吃喝之餘 都可以關心一下來香港這麼近的地方 我是強國生還者,白崎 BBC等一眾外國記者前往採訪烏陷村 受到阻止 理由是為了保障記者的人身安全 不是因為那裡有幾千武警 而是因為有颱風 莫拉提 好像在福建那邊 一帶登陸 這個登陸的事件是上星期三四的事 到今個星期 究竟還有沒有颱風呢? 而BBC這些記者 又能不能正常的採訪烏陷村呢? 難道颱風還在那裡? 莫非我們在平行時空? 我是強國移民顧問MJ 歡迎來到強國生還者 大家好 大家好 剛才各位聽眾聽到 我們很罕有地連續說兩段相近的新聞 都有關烏陷村 MJ有什麼感覺? 其實感覺有點沉重 這是一個中國典型的民主地方 可以說是一個民主示範槍 他們幾年前已經是一個維權 成功爭取政府讓他們自己去選他們要的官員 是一個很成功的例子 會被人視為一個進步 或者很多觀眾未必知道當年是一個什麼事 溫固之心說一下 好像Vin也未必完全清楚 其實當年官員想去賣地 賣地拿到十幾億 將烏陷村的村民的農地拿去賣 賣地發展沒問題 村民分了五百元 村民當然不滿 一來分錢不合 二來他們不是想賣地 他們是想繼續在那裡很快樂正常生活 然後他們就維護他們的土地已經有權益 然後發生了一些維權的分子被政府打壓 然後拉進去之後 無端端就不知為何死了 當年發生了這樣的事 然後他們因為這件事受到國際的關注 然後他們很成功地可以改正委會的政府官員 村委會政府官員 然後可以一人一票選出村委會的人 就是現在被人拘捕的林祖戀 說一說 可能有部份聽眾未必很留意這個事件 可能連烏陷都不知道在哪裏 其實烏陷本身是很接近的 廣東省 就是廣東省 其實它是在山尾六峰那邊 其實跟香港很接近 如果我在深圳羅湖乘車去六峰 我想四五個小時的車 現在可能也不用 不用 要走高速那些應該不用 那裏廣東省也是廣東人 六峰是很特別的 小弟以前也去過 六峰那些人會比較勇武 勇刊少少 我當時在那裏出差 有些前輩也跟我說 即是外出要拿著刀槍 那我就沒有刀槍 那時有些前輩也提過 八旗 那裏出差 晚上外出就要小心一點 那裏聞風勇刊 另外一個特點就是 那些六峰人 除了勇刊以外都團結 都團結 即是浴室 都基本上都幾 一起出來撐 對 一起出來撐 這樣就 即是 即是 跟各位聽眾交代一下 其實烏陷在哪裏 不要以為很遙遠 即是不要以為很遙遠 即是不要以為是烏陷 我坐飛機坐三個小時 不是的 以前有個說法 天上雷公 地上就是海陸蜂 即是大家可以聯想到 海陸蜂人的凶寒 不是九公嗎 不是有個這樣的說法 然後也有些故事 好像說 這個海陸蜂人 普遍以前都是做什麼 就是做海盜出生 所以不會那麼容易被你欺壓 即是 哪一句說話來說 他們會去豁出自己的性命也好 或者是很善於去搶別人的錢也好 或者爭取自己的權益 有一個很深刻的畫面 有一班武警在前面 有個伯伯自己坐在椅子上 抱著灌石遊戲 在守護著自己的烏陷村 不讓公安前進 這個畫面也顯示到他們足夠的勇武 這個新聞大概出了一個多星期 我剛剛在內地出差 然後回來才知道這則新聞 在內地出差 首先完全不知道這則消息 我認識一些內地朋友 有些內地的同事 他們對這件事怎麼看呢 他們大概都知道 政府不對 不應該這樣欺壓村民 我問他們知不支持他們 支持的 心靈上支持 但都沒有什麼可以做 你說如果有什麼可以做 我甚至問到他們 譬如明天有人發起示威遊行 去支持烏陷村的村民 你一個內地朋友 或是內地同事 你參不參加 他們說都不會參加 一定不會參加 中國人也有幾千年文化 對 詩都有 國家自掃門前說 有本他人也想說 多說一些烏陷村的背景 其一 本身 幾年前 其實11年 都是一個 所謂爭取民主的運動 其實 原油是什麼呢 我希望 我們在這裏想說 各位聽眾 並不要以為 爭取民主 很離地 或者離得很遠 距離大家 其實這個源頭是什麼呢 因為烏陷那時 有些土地 本身有些土地 被村委會有部份的成員 私下變賣 即是所謂 Vin的一塊地 他不是村委會成員 我是村委會成員 我就擅作主張 賣了Vin的一塊地 其實簡單而言 就是這樣 當然 其實那時的村民 前後都上訪無數 十多次 我估計都會有 當然就不得要領 所以才會有這個矛盾點 或者這個衝突 才會慢慢引起了 其實我發覺 烏陷村這件事 或者其實在早排 一直都有的 所謂的維權 維持自己的權益 在國內其實很多城市都有 反而國內可能未必知道 你自己 除非你身處在那個城市 譬如在上海的 是一個PX廠 就是建那些PX廠 大概有聽說過 貴州也有類似的東西 就是等於在我住的地方 你在家旁邊建一些 可能高重污染的 或者簡單就是建一個 垃圾房 或者一個墳場 大家就會出來 去爭取一個權益 現在越來越多 我相信會不會有多多少少 受我們當年的佔領運動 的影響 大家都會走出來 現在國內開始會有 以前是完全不會有 反而我是這樣看 因為我以問 或者我聽過 其實受不受香港的佔領運動影響 我不敢說 但其實很多這類型的所謂運動 或者示威 甚至抗議 其實可能以前都有 甚至十年前可能都有 但是那時候的資訊 沒有那麼流通 沒有那麼發達 很多時候因為你們始終強國 有一個資訊封閉 相對資訊封閉 封閉 封閉 沒有那麼清楚 但現在我們有智能手機 有一個比以前發達的智能 很多時候可能 那個地方在搞抗議 還在維權的時候 都會有些手機或影片 在網絡上流傳 所以就會感覺 現在好像近年比較多 所以強國一直想封鎖這些新聞消息 例如互聯網上的消息 微博、微信的朋友圈 一些敏感致詞 都不讓它可以通過 譬如這宗烏陷村來說 就在上星期六左右 有一個深圳的婦人 她轉載了一些外國媒體 對這個烏陷村的報道 糟糕了 山坡謠言 捉了 這樣就叫山坡謠言 所以其實 多了人知道這個消息 但是同時 所以中國政府就是一邊收緊 將你的自由收緊 言論自由收緊 它要控制著媒體 以前媒體就是一些新聞 報紙、電視 現在是互聯網 所以它都很封鎖互聯網 所以記者或者去採訪這些事情 可能都要很小心 你可知道白旗 譬如在記者去國內採訪 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據我所知 其實如果記者 我當一個香港的記者 去強國做採訪 是要拿相關的記者證 才可以去做一個採訪 但是那個記者證 當然也有限制 例如在一些指定的地方 要調查老爸、阿爺 什麼背景 或者指定的事 時間 或者事件 才可以去採訪 還有一件事就是 你去做採訪的時候 假設有些當地的官員 甚至公安 甚至城管 即是覺得 不是 你在採訪有問題 他可以不問原有 就說你 知要這個秩序 去拘捕你 或者驅趕你 完全絕對是 我記得當年 在玉山民動余 一個記者跟我說過 很多這些 在內地採訪很有趣的故事 在這裡說一個 總之 你有一件事叫做合規採訪 他說他去一個法庭 想採訪一些法庭的家屬 被受害人被告的家屬 但他只能夠畫在一個區域裡面 譬如一個圓圈 一個正方言 這個就是記者採訪區 他不能夠離開這裡 他一走出這裡 就會有人抓他 你做什麼不配合 這裡外面很危險 你知道嗎 大條街方言 說你是沒有人 然後他在採訪區 乖乖等 可以發生什麼事 就是在採訪區 大約離他一百米以外的地方 對面馬路 那個被告的記者 被告的家人 是哭哭哭忽的 很想作出一些反應出來 但他是接觸不到他們 就隔著見到 就看到對面馬路 看到對面馬路 但不讓他去採訪他們 他們在那裡指望可以等 等什麼呢 等政府官員 法庭出來 做一個很公式化的報道 完畢 這就是合規採訪 基本上為什麼突然間會提到記者在內地採訪呢 就是因為近來烏陷村的形勢或事件 基本上他都驅趕記者 甚至香港記者 明報和南華早報 有一些記者 所謂跟內地公安發生推撞 後來被人採訪公安局 亦都有一個說法 或者傳聞 就是烏陷當地已經懸紅 要驅趕一些所謂境外的人士 主要針對記者 如果你舉報 假設我是烏陷村村民 阿Vin是記者 我假設說 原來阿Vin 他闖入了烏陷村採訪 我就可以賺到兩萬元 即是要你們自己鬼打鬼 分化你們 在這個通緝之前 再之前已經有通緝五萬元 有五個覺得是烏陷村的領導 領袖人物 要通緝五個人就說五萬元 我記得當天馬上有那些烏陷村的 村民的一些聲音出來 就說 只要是烏陷村的人 絕對不會貪那五萬元 就算幫不了烏陷村 也不會害烏陷村 沒有人會貪那五萬元 而舉報那五個人 剛才大家提過 那個記者在這個牆國採訪 我也有少少 聽人說 有些經歷 未必去到這麽大件事件 其實因為 其實牆國對記者這件事 尤其是香港的記者 相對來說會比較敏感 你未必真的說 我們採訪那件事件 或者訪問一個人 例如你說 不是 在街上拿著攝影機 拍攝 輕則被人驅趕 重則被人捉到一邊 未必去到行政拘留的位置 會發生什麼事 想當年有一個朋友 純粹那件事 並非任何政治事件 只不過是說 羅湖、黃江福田那一頭 都有很多黃巴市 那件事是採訪一些黃巴市 或者是否加價 還是有些問題 其實跟政府 或者任何政治事件 完全無關 都被驅趕 只不過那位記者 我朋友 只不過是拿著一個攝影機 拍一些純粹 純粹拍一些純粹 拍一下巴士 然後有個公安走過來 拍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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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捉到一邊 剛剛因為拍的那個位置 就是在海關附近 捉了我的朋友去海關 很有趣的 一開始 他一捉你 然後說 為何亂拍 然後我記者朋友就說 沒有啊 真的拍一下巴士 然後 公安或海關 總之有關部門 有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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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開了 然後那位記者 坐在一個位置 一個角落 前後應該坐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沒有人離開 沒有人離開 自不然害怕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 一個多兩個小時左右 之後 那位有關部門的人員就走過來 然後拿了他的餅帶 然後看 即是他叫你披離看 然後 原來真的沒什麼 拍一下巴士 終於放回去了 然後餅帶整個餅褲收了 繼續整個餅褲收了 連攝影機也沒收 那部攝影機也沒收 但餅帶就沒有了 然後 口頭警告了兩句 就送你出境 因為那裡是那邊境 那你的記者朋友之後 還可否入境呢 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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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嚇到嚇死了 例如我那位記者朋友 有另外的經歷 那時候 早十多年前 那時候 有些泛民的議員 包括其中一個是長毛 那宗新聞就是他們要衝關 在海關 即是羅湖那裡 我知道 整班記者就跟著他們 後來 有些記者 那是在羅湖橋 然後很好笑 有少少好笑的就是 那班記者是被人集體拘捕 其實他們真的拍著長毛的東西 沒有特別 然後 有些所謂 我那位朋友 算是一個 可以逃脫的 即是沒有被人拘捕 因為他又沒有很大部機 那些 他就扮一個平普通人 就這樣過關 我聽我朋友說 還去大花壺吃 吃個早餐 然後他問那些行家朋友 什麼事要大規模拘捕他們 純粹因為 不想去採訪 不想去採訪 然後前後又是 玩了兩三個小時 就放他們走 其實 我們強國 這麼多年來 這點是新聞自由 對 我們新聞自由都比較缺 亦都對新聞工作者 坦白說 都未必有一個很尊重的 所謂 剛才你說的 大家都知道 他們實際上 他們是不想去採訪 但是他們的語言藝術 真的玩得出神日化 譬如說 這些不想去採訪 他們一定不是這樣說 他們製造了一個詞詞 叫做違規採訪 所有東西都要合規格 他們的語言藝術 我們現在把所有東西合規格 不對嗎 違規採訪當然不對 所以可以逮捕 在這次烏鵬村事件裏 都有很多的語言藝術出現 譬如找到幾個是怎樣的 他拘捕了林祖暖 拘捕了幾個帶頭示威的人 譬如如果用雨傘運動來做比喻 可能就是拘捕了黃之鋒、周永康、何韻詩這些人 拘捕他們說他們什麼呢 說這班人罪大惡極 罪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 這班人是製造謠言 恐嚇欲毫 威迫你有煽動村民集會 他們擾亂了學校店舖愚民的生活 好像還說什麼不讓漁民去打魚 很罪大惡極 譬如一些報紙傳媒 我記得第一天 某份正常的報章 就是公安三千個公安 進去打壓一些村民 之後大部份的傳媒 看到改了這個文章 改了烏坎村的事件叫做警民衝突 其實兩個是完全不同的影像 為什麼是警民衝突 就是一些平民三四點在裡面睡覺 你三千個武警走進去 怎樣衝突 很明顯就是一個打壓村民 拉人家的村民走 村民不對 還要反抗 應該要乖乖地被武警抬走 然後再繼續看下去 他的新聞說 林祖戀他們犯了什麼 因為這宗烏坎村的衝突事件 不是衝突 現在這宗打壓事件 其實就是源於 林祖戀他在六月的時候被拘捕 六月拘捕 為什麼拘捕他 就是因為他準備上訪 他準備上訪 在上訪前兩天就拘捕了他 他說他犯了什麼 貪污 受賄 好像是兩千多萬 不是貪污八萬 說他之前不知道哪一宗工程 那裏受賄了八萬元 人民幣有的 電視認罪的 全都出來了 是呀 是呀 罪名什麼都有 但是 烏坎村的村民問他們 你們信不信 林祖戀貪污 沒有可能 因為他五年以來 已經將他所有人工 他每月人工是二千多 他五年以來沒有收過那些人工 那裏是十三萬人工 拿去幫烏坎小學 他會貪八萬元 這些又令我想起 當年雨傘運動 明明有些行為 不是在黃雨傘這邊的 所謂黃絲他們的行為 明明是藍絲的行為 因為社會上 有一些這樣的說法 藍絲那邊 很多人給錢出來 就會抗議黃絲這邊 然後抹黑了 黃絲全部都是收錢 竟然可以用這個理由 反過來 因為很多人未必完全瞭解這件事 聽說有人收錢 就去反佔中 原來佔中那邊也是收錢 然後那些人又相信 最差別的人是相信 當年我記得我出差的時候 國內很多人 因為始終 好像台灣一直圍繞的主題 就是國內的新聞 是很封鎖 他們只是單方面 包括我國內的朋友同事 就是他們以為是香港 哇你們這些人搞事 就是當年我會說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佔領運動 這麼多人出來 去表達他們的訴求 其實大家都很和平去說 就是有些歪理 他們會覺得 可能他們單方面接受 其實你們不可以阻止人家 去找食 或者去上班 但是正正現在的問題就是 其實跟類似烏暗村 就是難道我自己 在家裡靜坐嗎 難道走到郊野公園 靜坐嗎 我出來靜坐 就是要告訴政府 包括譬如烏暗村那些 難道什麼不被人打魚 難道別人留在家裡自己抗議 人家和平抗爭了六十幾天 七十幾天 在每天示威去支持臨組戀 竟然換來的就是現在 一班公安去鎮壓 如果聽剛才MJ分享 我覺得臨組戀這個人 就真的都幾大公無事 幾偉大 絕對大公無事 他在上訪之前 他已經知道有些危機 他真的去搞離婚 他跟他老婆離婚 以後家人 全部以鄰居朋友來稱呼 他所有事情就自己去上訪 他真的預了 我想他都豁出去 還有黨最喜歡的 就是一個維穩手段 不按乎人格謀殺 所謂的 人格謀殺 說你貪污、行賄 其中一個最常見 另外可能說你奸淫努力 亦都是常見的 甚至說 原來你有一個 原來以前非禮過人 或者以前包四拉五拉 坐洗頭艇 這些都是很常見的一種手法 所以一 就要注意他們那種 新聞控制的手段 二 就是你作為一個讀新聞的人 你聽消息的人 網絡上有很多消息 電話上 新聞上有很多消息 你要用一個理性去分析 究竟有沒有可能發生 還有我拉開一點點說 基本上他另一邊商 他很喜歡說抗爭者收錢 有人分析過 為何會這樣說 因為本身中國人 就是一個貪錢 極度功利和貪錢的動物 如果他說 原來那班人就收錢 那班抗爭者 就是收了錢 因為基本上很多人會相信 因為中國人本身很多人都是這樣 第一 第二 剛才MJ和Vin說的一件事 你不要說烏瀚村 或者兩年前佔領前 最近我聽過有個婆婆跟我講 她是幫建制派拉票的 她都慢慢地罵 那些泛民那些拉票的人 就是說我們這些建制派 誰都不敢出 誰都不敢出 我們幫建制派拉票 你好像那邊那些泛民政黨 一百元一日 那我就有少少少笑而不語 但是基本上 這些傳聞或者說法 對一些人來說 所謂深入了他們的骨髓 所以我覺得蠢不是錯 不是過錯 無知才是一個過錯 好像剛才MJ和巴奇說 其實我們要學會 如何理解新聞 慶幸香港理性的人 相對強國 至於我們算是相對幸福 我們比較有資訊發達 資訊自由 自小已經知道 什麼是三權分立 什麼是傳媒工作者 他們會報道事實的真相 一些都知道的 深入民心 在這裏想說少少少 作為今次這一節的 一個美聲的結尾 我發覺現在除了我一些內地的同事之外 其實香港人對烏陷村的關注 甚至世界對烏陷村的關注 都是少了 正正中了中國 為何他會想著強硬去打壓呢 就是因為知道者 你們都沒有人會關注 你們都內閣不和 難道不跟我做生意嗎 在這裏想找回當年 因為以前我小弟都是一個 沉默的大多數人 但是自從佔領運動之後 原來知道 原來我們沉默的話 帶來的後果是很嚴重的 當年一看到一篇 我覺得對很多人都很大影響 包括我自己在內 在這裏就用回這篇 來做結尾了 這篇就是一個 德國的宗教領袖 他說的 他叫馬丁尼莫拉 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前德國宗教領袖 因為當時希特拉 對猶太政策 和德國教會的控制 後來希特拉 親自將他送去集中營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德國的牧師 為了被世人記住 納粹屠殺猶太人 一段血腥的恥辱 他在他的波士頓樹 建了紀念碑 碑上刻了一段這樣的說話 他說起初 德國的納粹黨 他追殺共產主義者 但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我沒有出聲 跟著他追殺猶太人 但因為我亦都不是猶太人 我沒有出聲 後來他追殺工會的成員 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我繼續不出聲 跟著他追殺天主教徒 因為我亦都不是天主教徒 我都是不出聲 最後 他們奔向我而來 再也沒有人為我出聲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 我們香港 現在既然我們在一個相對安全穩定的地方 如果我們都不去為這些弱者發聲 到後來 譬如當年的雨傘運動 當年如果不是有一些世界的媒體 去關注我們的時候 我們當時的遭遇 可能會比當年更慘 雨傘運動其實是一個 我覺得奇蹟的地方 是參與雨傘運動的人 無論是反對派 黃絲藍絲都好 其實沒有受到傷害 就是因為大家都關注這件事 大家都不敢造詞 但如果大家都不去關注這件事 大家都不出聲 不關我的事 香港發生的事不關我的事 這樣的說話 其實這個地方就成為孤島 現在的烏陷村 正正就是一個孤島 而是很需要大家關注 希望大家聽了這一段的新聞 大家都多點關注 以及將這個心態 不止是烏陷村 可能之後的香港 或者世界上每一個角落 如果有這些事情 需要大家關注的時候 其實可以站出來 去做這個開聲 好 好 這一節大概講到這裏 好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繼續講 下次再見 再見 再見